昨天的部分,我們只要把這個三角形判斷編長做出來 那這邊的話呢,會有幾種邏輯判斷 包含就是A等於B,B等於C 昨天同學有來問說,那ABC這個數字的話,會不會改變 不過我後來發現,他會這樣寫一定有,他只是沒寫到 就是我後來發現,A一定要大於B 不,不,更正一下,應該是A一定要小於B,B一定要小於C 就是說它的順序一定是由小到大 你不能給那個由大到小,或者是那個一定是這樣的 不然的話你這樣的一個類型參數判斷是沒辦法做出來的 但是如果我說你的那個條件是有順,就是有排序啦 當然也可以等於啦,它是一定是A一定要小於B 小於我等於B,而且要小於等於C 那再來我們來看就是說,那邏輯判斷該怎麼寫 將來呢,你們到考場的時候呢,基本上 就是說呢,昨天我講就是第一個當然你就是要把一些相關的上面的敘述先敘述完 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寫出來 A要等於B,B要等於C的話 它是一個等邊三角形 那兩邊的話,敘述方法當然就是IF,邏輯判斷 這個我想應該沒問題吧 A要等於,A一定是等於等於 AND,兩個,一定要兩個,不能有一個 昨天有同學是寫一個,就一定是錯誤 那兩個,就是說呢,它兩個是,兩個條件一定都要為True 才會進到這個底下的這個邏輯 所以,第一個我們等邊,就利用這樣的方式敘述完 第二個的話等邀,那等邀三角形的話就是 當A加B,A等於B,那因為我把值丟到ABC裡面的Double值 那判斷一下裡面是不是一樣 如果為True的時候,那就輸出訊息 說您所輸入的是一個等邊三角形的邊長 這應該沒問題吧 那第二個是,如果還有第二種 因為這個是多重的嘛,有這麼多條件 那你可以用再加一個什麼,else 後面其實,這個後面的東西跟上面是一樣的 只差別前面多一個else 那其實我昨天講過啦 你其實可以打一個else之後,上面把它複製貼過來改 這樣可能會稍微快一點點 然後呢,邏輯給它 A加B,如果大於C 而且,有沒有,A等於B 那其實將來考試答案就在這上面啊 只是說你要把這個結構寫出來就好了 好,再來的話呢 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很多同學會看不懂 其實它是題目做錯了 為什麼,這個2應該在上面一點點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它不是在下面啊 應該是A平方加B平方等於C平方 而且A要等於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 昨天好像同學也沒問喔 欸,我想 對啊,我後來看見 欸,A2是什麼東西啊 怎麼突然蹦出一個A2 喔,不是,是A平方 因為以前好像有學過啦 其實A平方 而且你會發現它這排版喔 算 那,欸,新版 好像它後來也沒有再版喔 我不知道,你們買的書裡面是不是也是A2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仔細看喔 我不知道將來 如果說你題目下來的時候喔 欸,如果它出這一題給你的話 如果是用 哇,應該 後來我想應該還是要改版一下啦 不是,這 誰寫的是A2 A2什麼東西 所以 A平方 加B平方等於C平方 而且 A要等於B 它會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敘述的方法特別注意喔 A平方喔 最簡單的方法 也一樣喔 沒改版 因為它這個銷量太小了 可能庫存還很多喔 OK,好 那 這個怎麼敘述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A平方就A乘A就好了 但是 其實理論上 應該要寫的比較好是 用Mass那一個 Mass的類別 裡面呢 比如說這樣敘述的話 其實 其實A平方的話喔 理論上你可以A乘A也是A平方 或者是用Mass啊 這個我們昨天有講過 Mass裡面有一個計算平方的 一個方法 就是Mass 什麼呢 有沒有印象 點什麼呢 對點POW POW 那這個是做什麼呢 就是你給它一個值 然後要幾次方 乘幾次的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給它一個POW 然後ENTER一下 那第一個值就A嘛 第二個值的話就是給它2 這樣的話呢 它就知道說 你是要做A平方 不過因為這一題喔 其實好像 反而寫出來 感覺好像比較冗長一些些 所以喔 這個就看各位啦 你可以知道有這種方法 尤其在處理那個平方 比較大的 比如說你好幾個 你如果說十次方的話 那你總不能A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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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次 這樣的話太怪了 所以一定是用Mass點POW 那因為這邊只有平方 我們就這樣子好了 OK A乘A 然後等於 那這樣的話就會跑這個邏輯 再來的話就是說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直角三角形 這也是平方 A平方加上B平方等於C平方 所以敘述的方法 敘述的方法在這邊 這個敘述 直角三角形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鈍角三角形 鈍角三角形的話就是A平方 加上B平方 要小於C平方 所以這個這樣寫應該沒問題 再來是銳角 銳角的話就顛倒 所以你把上面複製下來之後 稍微改一下這個 把它那個小於改成大於 然後呢再來else 反之就是其他以上的都沒有的話 那就是什麼 不存在 OK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全部包完之後的話 那就完成了中間的這一塊的敘述 但是這些敘述裡面呢 昨天好像有一個不成立的 就是說呢 在這個之前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之前 其實應該判斷一個什麼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敘述的話 假設我今天是 什麼呢 四五 四 五 十 那其實如果說 這兩邊的邊長加起來 還比第三邊還要來的短的話 那怎麼可能會構成一個三角形嗎 所以 這邊如果有這種狀況 會多判斷一下 怎麼呢 A加B 如果小於C的話 那應該這邊要什麼 您所輸入的並非一個邊長 而且繼續就不用再判斷了 就直接跳離了 所以這邊我多了一個這樣的敘述 這個敘述的話 如果加上去 那如果你不加的時候 他會把它當了什麼 應該是A平方加B平方 應該是 他幫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地方執行之後 他說您所輸入的是一個頓角 頓角三角形 因為頓角三角形 剛好是A平方加B平方 小於C平方 他滿足這個條件 可是不對啊 他明明就不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在剛開始的地方 先把它攔截一下 那所以在這上方 在判斷之前 我先怎麼樣 把它先做一個判斷 先判斷一下 這個條件是不是滿足 如果是的話 那當然根本後面就不用做了 就直接什麼 跳離了 就不用再往下跑了 所以直接執行過 條件的話 就一個邏輯判斷就好了 直接執行 這個時候的話 您所輸入的 並非一個三角形的編長資料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寫完了 那但是官方給的那個試題 好像它會需要你用物件方式來寫 不過我覺得那個可以參考 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寫 因為它沒有硬性規定說 你一定要用物件導向的方式來寫 其實我覺得因為這個是實用期而已 應該不至於要考你物件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請各位利用那個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部分 完成這個 那裡面的話當然就是 第一個就是先判斷一下 它是不是有三個條件 那我講過 這個東西是為了取代配置 你不用到配置裡面也可以給它值 會比較方便 那這個就是一個Arg 等於那個New一個String 然後給它三邊 但你這邊也可以隨意改 比如說你今天要去判斷是不是三邊都相同 是不是會跑到這邊的邏輯 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其他的話 Value of 看 可以把它改成那個什麼 改成PathDouble 因為昨天好像有發生過一些問題 那你可以把 如果我原來程式是Value of 你乾脆把它改成 比如說是改成Double 那就PathDouble 改成整數 那就PathIn 諸如此類的 那我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一下 然後這個是第108題 108題 就是如何判斷一個等腰三角形的 這個程式 那盡量就是說 考試的時候題目裡面已經有的 你就從題目裡面去找答案 因為已經照著做就好了 你就把它抄過來抄過來 那只是說 你可能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 判斷它的Arg 它的參數 是不是有三個 進到裡面如果是三個 就再取三個參數 把它抓到ABC 再判斷它是不是一個三角形 再判斷它的三角形的類型 這樣一步一步 就可以完成這一題了 好